大盘今天虽然是以小涨作收 但是量能仍然不到600亿元 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投资人看盘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联系德信证据的林欣妇分析师来告诉大家 分析师这两天台股的量能真的是低到不行 那又遇上了亲密廉价 明天量能可能也很难把它拉高 那么就今天的排斥来看 明天操盘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 好的那么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是这个576.76亿 那么是比昨天的一个成交量 稍微有做了一点点的一个回升 那我们以今天的一个这个三大法人 最新出来的一个买卖超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 今天的三大法人合计了 也是小买了31.56亿元 那么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 三大法人特别是外资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台股的一个进出并没有相当的一个积极 我想除了这个前两天刚好是这个欧美的一个复活节之外 那再来呢台股呢 因为刚好适逢这个清明节的一个连续假期 所以呢本周的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 台股的部分是修饰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呢因为最近也是这个属于这个停资停卷的一个这个高峰期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 最近台股的一个量能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足 不过呢从目前整体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 大概是属于这个下游铁板 那这个铁板区呢大概是在7600到7700左右这个位置 但是呢上面呢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锅盖 这个锅盖的一个位置呢 大概介于8000到8100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区间之内 也就是说呢可能大概最近的一个盘式呢 可能会陷入一个所谓小幅的一个这个箱形的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当中 那个股或者说个别的一个产业呢将会依照 业绩或者说呢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这个所谓趋势跟展望 个别做一个表现 原则上我想指数的一个部分 可能暂时呢还是一个区间盘整的一个格局 那个股呢是依照呢自己的一个题材 或者说短线上一个营收跟获利的一个表现 去个别呢去做一个这个在盘面上的一个发挥 对了